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没听说过耶稣 神怎可这么做 经文说 自从世界被创造出来 借着神所造的万物 人可清楚地看见神那看不见的特性 也就是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 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借口说不认识神 这意味着什么 是没有借口的 正如我上一刻说 我遇见那些在中东和马来西亚的人 因他们向神呼求 耶稣就向他们显现 我曾在印尼一家有14万信徒的教会讲道 超过7万人以前都是穆斯林 我去过那教会三次 我问那教会的同工 你是如何得救的 他看着我说 我曾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 每个星期五都去清真寺 他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他说 当时我在家里的密室 换句话说 那里是没有窗的 因为他的房子很大 那密室是他的办公室 只有一扇门 他说 那是我的办公室 当时我正在埋头工作 突然我感觉有人在这里 他说 我慢慢抬头 有一个穿着紫袍的人 张开手说 看我的手 我是耶稣 然后他就在我眼前消失了 他说 于是我开始寻求 最后得救 现在他是这家大教会的同工 无论如何 都是没有借口的 如果有人说 我真的想知道谁是神 神会向他们启示耶稣 可以说阿们吗 但我今天想谈及一群人 我会谈到不同种类 落入火壶的人 但我真正想谈的是 那些被蒙蔽的人 他们以为自己会上天堂 结果却上不了的那些人 在1980年代末 我看过一个 令我非常困扰的意象 你知道圣经里 谈及不同类型的意象 有一些是亲眼看见的意象 是你亲力其境 真的能看见的 也有一些是在灵里 看见的意象 我看见一个 没有尽头的人海 我真的无法看见 群众的尽头的 他们来到天堂的门前 我身后就是天堂的门 耶稣站在我和门之间 这些人全部都称他为主 每一个都期待着他说 进入神的国吧 而我却从身后听见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离开我去吧 在那个意象里 神让我经历他们脸上的恐惧 和痛苦 他们听见这话时 震惊得难以置信 就在那里 神将一份热心放在我里面 不单是对世上那些失丧的人 也是对教会里失丧的人 我想让你看看一些 出自耶稣的话 他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这里的我就是耶稣 说这话的人是他 不是穆罕默德或佛陀 是耶稣说的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我想指出一些重点 首先 这些人称他为主 他说两次 主啊 在圣经里反写了两次的 就是要强调的意思 就像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假如你在那房里 耶稣就会对你能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 他带着热情说 这话不但要强调 也传递了情感 在撒摩尔记下 十九章四节 大卫王大声呼喊 他大声呼喊说 我儿压沙龙啊 压沙龙我儿 我儿啊 这里写了两次 不但要强调 也传递了情感 耶稣继续说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 对我说 主啊 主啊 这话是有情感的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他们情感投入 相信福音的教导 而且传扬福音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因此 他们是有参与服事的 来反思一下 他们相信福音 情感投入 你明白吗 他们传道 参与服事 但却会听见耶稣说 离开我去吧 等一下 我们以为基督徒就是这样 但显然 这四点 并不能让人成为基督徒 我可以肯定 你没有这四点 就不是个基督徒 但只有这四点 却不让你成为信徒 我没有添加其他含义 只是让你更明白 耶稣说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据中认识这词的希腊文是 Ginusko 意思是我彻头彻尾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记得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这里的关键词是 作恶 作恶的希腊文是 Anomio 意思是 没有服在神的权柄下 关键在于 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 犯了罪的人 到神面前去认罪 耶稣说 如果你的弟兄 一日得罪你七十个妻子 又真心悔改 就饶恕他 他这么说 是因为你应像天父一样 饶恕人 如果你犯罪 如果你一日犯罪 七十个妻子 又真心悔改 这悔改是什么意思 你一伤了天父的心 而深深懊悔 你就会被饶恕 我们不是说这类人 这里说的是那些说 这没问题 人人都有需要 你懂的 我有我的办法 我被恩典救赎了 没问题的 如果你这样说话 你正身处危险领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希望任何一个 正在听这课的人 成为我在意象中 所见的那些人 我不希望 保罗说过一句话 他说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我在一个牧者会议上 读这经文 然后一个牧者走过来 他很生气 他说 你岂敢把旧约的东西 放在我们身上 我说是吗 请你翻到 使徒行传二十章 他拿出圣经 翻到使徒行传二十章 我说 请读出保罗的话 保罗说 你们中间 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 我们喜欢读那些 我们喜欢的 让我们感觉良好的经文 就如神爱世人 是的 他爱我们 他深爱我们到一个 甚至为我们死的地步 但这不是神全部的旨意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 这些人显然是作恶的 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而是惯性地 自我感觉良好 认为这没问题 有恩典覆盖我 我很好 主为我流出宝血 我做了认罪祷告 有一个很有名的牧者 曾说 因为罪祷告而下地狱的人 比所有去酒吧的人 还要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 敬畏神的生命 我做了那公式化的祷告 我入围了 弟兄姊妹 我要告诉你 我们活在非常严峻的时刻 我们创造了一个耶稣 保罗说那是虚构的耶稣 让人可以活在罪中 仿效世界的样式 住在里面 不需要从世界分别出来 不需要分别为圣 但人能享受天堂福乐 这是不合圣经的怜悯 我要指明这一点 因此 我今天会谈论这课题 保罗对提摩泰说 提摩泰啊 你应该知道 在末后的日子 必有艰难的时刻 保罗 这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 是艰难的时刻 为什么他认为 我们的时刻 比较艰难 如果你有读过 就知道保罗 被棍打三次 被棍打 为什么要用棍打人 要把骨头弄伤 有人曾把骨头弄伤吗 我以前打冰上驱棍球 有次我掉在自己的棍上 断了几条勒骨 然后接下来六星期 我讲道时 都要大声声音 我问过多久才没事 医生说 你骨头伤了 大概六到八星期吧 然后才好了 被人棍打了 就留下好几星期的痛处 保罗被棍打三次 被鞭39下 你知道人怎么被鞭吗 他会被吊在一个鞭打台上 让身体一致 背部完全垂直 当被九尾鞭抽打皮肤时 就好像用刀刮黄油一样 他在五个不同场景下 被鞭打39下 他还被石头打过 但他竟说 我们的时刻更加艰难 然后他解释原因 他说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不解怨 他继续谈论这些人 我缩短了一部分 他们假装进钱 却抗拒 那能使他们变得进钱的力量 换句话说 他们说恩典覆盖了我 请仔细聆听 恩典不单使我们 从罪的刑法得释放 也使我们从罪的牢笼得释放 事实上是 我们必须传讲 人们才会知道 你若不信就得不到恩典 你若不知道就不能信 如果人们不知道恩典 能使我们活出尽钱 不知道神的能力 能使我们活出尽钱 他们如何能活出来 我们害了他们 讲得真好 看第八节 他说 他们的心思败坏 信仰虚假 注意 他们有信仰 但是虚假的 而邪恶的人和骗子 这是说谁 骗子 我说的就是骗子 他们是假装的 却会越来越猖獗 注意 他们会猖獗 会有很多人听他们的 他们会在各个聚会出现 不断地追随 新奇的教导 却从来不明白真理 他们欺骗人 自己也被人欺骗 这些人会希望 耶稣让他们进入 结果却听见叫他们离开 我不希望任何人 任何人 成为其中一份子 可以说阿们吗 因此 耶稣说 你们同样可以凭着人的行为 来认出他们 我记得当我的孩子们 还在小学念书的时候 他们都上基督教学校 我问 你们怎么知道 同学是不是基督徒呢 不是看他们说什么 而是看他们怎么活 从他们的行为就知道了 可以说阿们吗 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 有这样的一个根基 这就是耶稣口中的根基 这就是耶稣口中的根基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磐石就是他的根基 经文说 凡听见 因为两者都听见耶稣的话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 其中一方会遵行 另一方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盖在沙土上的房子 被风吹后 不管房子有多美丽 都会倒塌 因此 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健康的根基 可以说阿们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 丽莎·贝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什么是根基 以赛亚书33章6节说 它是你一生一世的保障 丰盛的救恩 智能和知识 敬畏耶和华就是它的至宝 敬畏神 一起说 敬畏神 是这宝藏的钥匙 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说 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敬畏 对神的敬畏 耶稣的教导也确认这一点 耶稣说 时候将到 所有隐藏的事都要被揭露出来 所有秘密的事都要被公诸于众 它正在谈及审判日 被隐藏的是什么呢 以为别人看不见的思想 动机 动力 行动 现在是隐藏的将要被揭露 所有隐藏的事 思想 动机 动力 行动 要被公诸于众 你们在暗处说的话 会在明处被人听见 你们在密室里的耳语 会在房顶 向众人高声宣扬 就是在审判之时 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吗 看看 亲爱的朋友 这是紧接的下一句 亲爱的朋友 不要惧怕那些 只能杀害你们肉体 却不能再做什么的 我告诉你们该惧怕谁 要惧怕神 这是出自耶稣口中的话 要惧怕神 他有权结束你的性命 并把你丢进地狱 是的 他才是该惧怕的那一位 耶稣说 敬畏神 使我们 不去相信那些 误认为自己 可对神隐藏的谎话 让我告诉你 你该知道 怎样用体温计量体温 你可以用体温计 量量你对神的敬畏 你认为自己 可向神隐藏多少 我不认为我对神 隐藏任何事 那为什么你会这样生活 这样想呢 为什么你的动机会这样 为什么会尝试伤害那人 你说 我知道那是真的 让我告诉你 如果你知道伤害那人 只会带来好处 你就已经认为 神根本看不见你的动机 以西节书八章十二节说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领袖所做的 你看见了吗 以色列领袖说 主看不见我们 你可以到一个认为 自己可以向神隐藏的地步 因为你把他地位 降低到像你一样 敬畏神 让我们按他当得的地位 被高举和敬拜 因为他是神 以赛亚是个属神的人 在以赛亚书五章 他说 或在那些称恶为善 称善为恶的人 或在那些勇于饮酒的人 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在第六章 他瞥见了神一眼 就不再说 酗酒的有祸了 他说 祸仔 我灭亡了 因为他第一次发现 自己到底在服侍谁 他站在圣洁的神面前 第一次发现自己是谁 是这样的 敬畏神是正面的 因为他 使你常常意识到 神与你一起 他是神 是神圣和圣洁的 神啊 谢谢你的恩典 让我可以有生活和思考的能力 我需要恩典 我什么时候都需要恩典 写下来 传开去 约翰B2什么时候都要恩典 我希望得着神所有的恩典 因为我知道 若没有他 我就不能活出尽情 我不要恩典来隐藏外在的行动 我知道一切从这里开始 我要有对的动机 思想 这样就能带来对的外在行为 可以说阿们吗 我在讲道 你不能把敬畏神 从审判分割出来 你是做不到的 要对基督的审判座 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有正确的认识 对审判日的正确认识 使我们能一生保持对神敬畏 看保罗说的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 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 这话不是很有意思吗 保罗说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 所以劝人 什么是对神的敬畏 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认为敬畏神 就是害怕神 如果我们害怕他 又怎能与他亲密 以他为我们的天赋呢 摩西把以色列人 带离埃及的时候 他把人带到一座山那里 神就降临 当他临到 他们就像以赛亚一样的反应 但以赛亚得洁净 所以他是属神的 但他们是不属神的 他们逃避神 对吗 摩西很失望 他心想 神释放了你们 带你们出来 他希望做自我介绍 他是你们的天赋 他说 我把你们带离埃及 我要将你们带到我面前 现在你们却逃跑 因此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试验什么 看你们是否敬畏神 这听起来 好像有点矛盾 其实不然 摩西正在区分 害怕神与敬畏神 区别在哪里 害怕神的人有所隐藏 为什么亚当被逆神后 在园里要逃避神的同在 因为他害怕 敬畏神的人 无所隐藏 他会害怕远离神 如果你希望定义敬畏神 那就是害怕与神隔绝 敬畏神的人不会问 我可以多接近这罪 而人能脱身 敬畏神的人会说 我希望远离罪 远得甚至看不见 因为我希望与神亲近 我正经历与祂亲密 你理解吗 敬畏神意味着 我们尊崇 尊荣 重视 敬重 敬畏祂 超过一切人和事物 我们爱祂所爱的 悟祂所悟的 让我告诉你 一天我在祷告 那是在八十年代末 我每天祷告两个小时 我每天祷告两个小时 早上五点起来 出去祷告到七点 是每天 我每天都祷告 但当我讲道 却闷透了 我的讲道没有能力 我说 神啊 为什么我生命 没有更大的恩高 你知道主怎么说吗 他说 因为你容忍罪 不单是你 别人也是 他说 当我委派耶稣为教会和宇宙的主和君王 我怎么对他说 他说 因为你喜爱公义 这是父神对耶稣的话 因为你喜爱公义 耶稣说 请等一等 每个基督徒都喜爱公义 但我不满足 因为你喜爱公义 恨物罪恶 因此神就是你的天父 恩高你过于你的同伴 他说 如果你希望有更大的恩高 像我一样恨物罪恶 你就会看见自己有更大的恩高了 这永永远远地改变了我的生命 这改变了我 士曲耶翰因此能带着权柄宣讲 因此耶稣的讲道不像别人的 为什么他能带着权柄讲道 他们对罪有从神来的恨物 以赛亚论道 耶稣说 从耶稣的本壁发一条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希伯来书五章说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英语 人们在祷告 是否蒙英语呢 我们需要知道 虔诚的才能蒙英语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能明白吗 敬畏使人渴慕 热爱顺服他 因为他的话而战斗 并渴望顺服 即使不明白 也会顺服 即使看来不合理 也会顺服 即使伤痛难过 也会顺服 即使看不见好处 也会顺服 完全去顺服 这就是敬畏神 敬畏神的体现 就是顺服他的话 那就是敬畏神的体现 让我们看看保罗 对腓立比教会说的话 真的很奇妙 这是使徒保罗的书信 请记得 圣经是不能按私意理解的 这是来自神的 因为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 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 当你听着时 就像是神亲自对你说一样 注意他称你为亲爱的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精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恐惧战精 令你在看不见 感受不到神同在时 仍然顺服神 人们感到神同在时 就会顺服 感受不到时 就活向世人 他们并不敬畏神 因为敬畏神 使你保持顺服 这使你持续寻求祂 就算好像到处 都找不到祂的同在 就算你在荒漠 在旷野 敬畏神是非常重要 那是审判座的根基 如果你深深地敬畏神 就能在审判座前得奖赏 想想我们在第一课的学习 还有这一课的 我们需要一对强大的双生儿 敬畏神和爱神 才能在审判座前 坦然无惧 两者密不可分 因为你若不敬畏神 就不真正认识神 当你喜欢某人 就会在脑海塑造一个印象 许多喜欢篮球明星 但如果见了真人 你就会发现 跟他在屏幕上不一样 因此 如果你不敬畏主的话 你塑造一个印象 就会跟那坐在宝座上的 有很大区别 因为敬畏神 是亲密地认识 他的开端 如果你不亲密地认识 一个人 又如何爱他呢 你只是爱他的印象 不是他本人 因此我们要敬畏神 和爱神 才能在基督的审判座前 坦然无惧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当主吩咐我 重新编辑这本书的时候 我说 神啊 真感谢你 我记得在写这本书时 它如何深深影响了我 从来没有别的书 这样影响过我 当我开始预备 重新审阅和编辑 我们删除了一点 再重新加添了许多内容 这对我非常造就 是对我 阿们 敬畏神是好的 要向神呼求 求祂赐你 你如何得着对神的敬畏 那敬畏神的灵 耶稣说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祂的人吗 向祂求那使人敬畏神的圣灵 阿们 祝福你们 下一课见 敬畏神是我们的根基 根据耶稣的话 这是我们行赖正道 好让我们能以顺服祂的话 在审判日能坦然无惧 在我脑海里 我还清楚地记得 自己在何时认识敬畏神 我在新约圣经读到他 有天晚上 我在聚会中讲道 下一个晚上 牧师上来纠正了我十五分钟 我沮丧极了 那是家大教会 我认为我伤害的那教会 第二天我出去 向神呼喊 大声叫道 神啊 对不起 我伤害了你的教会 但我感受到的是神的喜悦 而非愤怒 然后 我发现自己在呼喊 求神让对神的敬畏充满我 我后来发现 这是其中一种圣灵彰显 因为耶稣说 向父神求圣灵 祂就会把敬畏神的灵赐给你 那天我呼求过后 生命就改变了 我以全新的目光看事情 生命中有着对神的敬畏 你知道吗 那教会今天已不存在了 让我告诉你 对神的敬畏能存到永远 是纯净的 我想鼓励你在这星期 读新约圣经里 关于敬畏神的经文 然后读以赛亚书十一章 看耶稣如何以此为乐 最后向神呼求 求他把敬畏神的灵赐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